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东西 获取属性 什么属性啊 标签属性 标签属性和属性和对象属性一样吗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标签属性有什么命名要求吗 没有 标签属性的命名规则是什么 标签属性的命名规则 我在写一个标签 我需要给它上面增加命名属性 这个属性名我有什么规则吗 有吗 有吗 没有吗 我们说了 HTML标签是不允许 这个不区分大小写的 所以没有托峰式命名 那需要加什么 加横杠是吧 这是它命名规则吗 别忘了这一点啊 好 我们接着来设置这个 atbuilt 省先来获取atbuilt 别先设置 就是DIV 里面有个ABC 等于一个5 对吧 现在我们要获取这个ABC 我们就cousal.log 打印一下 打印什么呢 DIV.dollar DIV.get atbuilt 不是get 是直接写atbuilt 这样就获取了 这样就获取了 我来看一看 报错了 有一个叫node type 很明显 什么原因呢 我们要获取什么 什么atbuilt ABC的是吗 那就需要在这给指出什么 ABC的 当你指出了 有了吗 有了 刚才这个错误啊 大家会发现一下 我们发现这个错误 有个问题 我如果这么判断 它上面写 content rate per type no type of any 也就是说 no type 这个类型 不存在 然后你在这一点 它就到这里来了 这里当中会有一个 它给你标错 这块有一个 一点no type 不存在 意是啥 不知道 这是一个缩减的 看到这个e了吧 e 对应的前面 attr 冒号faction 当中的 第一个参数 也就是它的第一个参数 不存在 对不对 是不是不存在 所以这个 职财 没有 对不对 所以它才会 报这个错误 ok 那这个看起来 还容易看一些 那解块当中 啊 还有很多 是不容易看到的 也就是说 在解块当中 如果报错了 这个就不要参考了 因为你通过这个 找不着错误 定位不了 明白吗 定位不了 因为它是解块里面写的东西 那么如果出错了 怎么办 你就看到错误 然后现在知道这个 问了我 你知道这个是怎么个情况 那你就把这种错误记起来 就行了 只有这种硬记才能记住 在以后你们学 那个react和这个view当中 也可能会报一些错误 那错误直接指的是 那个view的原代码里头去了 那你怎么能知道哪有错呀 很难找到错误 都需要用记的 它不像我们原生GS 原生GS 你要想找错 瞅一眼就能找到了 对吧 但是这一点大家还要注意的啊 好 这就是获取 那如果有多个人呢 获取是哪个 你猜 你觉得呢 跟谁一样 对 跟那个html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是不是跟html一样的 它跟html一样 也是仅获取第一个 仅获取第一个元素的att 这个标签属性 标签属性 这个和我们html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html你不需要指定 我要获取什么 这里必须要指定 我获取哪一个属性 获取哪一个属性 相对来说 我们还可以设置属性 设置属性 设置属性的方法 就是dollar下面的div 点attr 点attr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呢 可以设置统一的 比如说设置一个 叫做什么呢 re这个属性名 等于一个 12345 这叫设置统一的 这样我们就会给每一个div 都设置一个re的属性 属性值是12345 没有问题吧 好 那么这是第一种写法 第二种呢 我们可以给每一个div 设置相同的属性 相同的属性 不同的值 对吗 不同值呢 就需要写一个 faction index 然后再是atom atom是原本的什么呀 value value是原本的re的值 听听了吗 原本re的值 value 是原来 原来re 这个属性的值 是这样的啊 那如果说没有值 我们就直接可以给它 return 返回 例如外面有一个数组 数组里头 使用了一个array 等于一个值 分别是 123 321 然后456 那654 就是四个 刚好和对应的 是吧 我们就可以return 返回一个array的d index 是吗 这样我们看到结果 就会让这个div 增加re的属性 里面的值 就是不一样的了 注意他的写法 前面第一个一定有属性名 第二个是什么呢 函数 第二个函数 如果我们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属性值 不一样的属性名 怎么办 就是我四个要添加的是不一样的属性名 不一样的属性值啊 那咋办呀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dollar 那 div 点 attr 然后这写一个 发块 没写fetch 这是一个对象 插入一个对象 对象当中呢 我们分别写入 比如说 第一个 我们打算给他里面添加一个re的属性 或者我们给他添加一个a的属性 这个a的属性呢 我给他写一个fetch a的属性 我给他写一个fetch fetch里面有一个index 还有一个value 是吧 return一个index 这个能理解吧 这是不一样的 然后紧接着再是一个什么b的属性 b的属性也是什么index什么value 再return返回一个index 这是不是就添加了两个属性 不同的属性值 好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都添加上了 这种写法就是可以添加多个属性 多个属性值 不同的属性 不同的属性值 这种方法是添加同一个属性 不同的属性值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attr的这种写法 那么在attr当中 attr当中 我们可以进行添加 也可以进行获取 还差一个 叫什么 删除是吧 删除用什么 removeattr removeattr 这就可以dollardiv.removeattr attr abc 就可以将原来那个abc的属性 都给它删了 是不是删了 都删了 设置attr属性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里面的设置了 里面的设置了 我们如果说要有input 我们需要给input 里面都是chartbox 我们全选的话 我们怎么样让里面的chartbox 全部被选中呢 input input tap 我们怎么样所有都被选中 怎么写这里 dollar input 再是 点 attr 然后呢 什么写 checked check 是吧 然后后面值是 全选 全选就是 checked 是吗 是不是 可以吧 那这也可以修改为 处可以吗 这如果修改为处 行不行 修改为first呢 first行不行 不行 不行 注意 first不行 这不甜呢 不甜也是处是吧 你这甜啥都是处 明白吗 你怎么样把它删 把它把它不要选全选呢 不要全选就是 dollar input 怎么样 del remove attr checked checked 这就删了 这就删了 有的人说老师 那你为啥不用del checked 那是道路的 jequery哪来del checked呢 记住啊 jequery你要添加和删除 添加这个checked 和设置删除checked 你就要用这种方法 不一样啊 比如说老师 你这更麻烦了 那不一样 那不一定 你要要设置每一个都 你是不是在GS当中 原生GS 你还得先把那些东西都取出来 然后再便利设置每一个 对吧 那这个一次性就全设了 这多方便呀 对吧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attr 那么attr我就说完了 下来再说css 谢谢大家